大湖是一個還蠻適中的 有一點像一共一樣的空間 黃聖遠跟我說他在蓋上的房子 房子的心情 因為就在太平洋的那邊 一個大海灘的那邊 然後防空嶺 接下來的那個沙壁 以前有很多的沙丘 但後來也沒有很多種植 所以幾乎都把它推平 現在他又蓋了一個建築物 適到他像一個沙丘一樣 還原來的 這個建築物有點貼在地面上 甚至於說他在蓋的時候 心裡是想著那個 太平洋、海邊、沙灘上的那些毛穴 在挖洞 所有的光線、空氣 都是從洞裡面流洩進去的 就像做了一個這樣的 可能大自然可以很無印的一個建築 如果你走進沙丘的時候 你開始感覺到你好像 進到一個流線性的空間裡面 有點像洞穴一樣的空間 一直延展進去 然後他的地板 跟其他的建築物一樣 不是平整的 是有一點有趣的 一個線條 從牆壁到天花板到地板 都有這個狀態 流動性的 我自己很喜歡 我自己很喜歡 這個房子的 有三條 白線 從一進 進到 屋子裡面 就一直 你可以順著白線走 雖然說 那個裡面 有點像是 毛穴的足跡 那就是 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 你